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吉隆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吉隆市传出校园霸凌事件 网络流传一名学生 遭到三名学生人流欺负的画面 市府教育处已经召开会议 进行后续处理 画面上三名学生 轮流对着一名学生施暴 一旁还有人在录影 整个过程四号晚间 在网络上疯传 本所于三月四日于网络巡逻时 发现流传一者国中生遭霸凌影片 本所立即调查案况 初步了解被害学生日前雨 施暴朋友肢体碰撞而产生误会 警方立即转握双方身份 并由家长陪同 道案说明 警方网络巡逻 发现这起国中霸凌案 立即通知校方 并且进行校园通报 我们接获警察局通报之后 我们孙副组长也就是即刻的 也联络相关的家长 那也有陪孩子到警局去做 那个到案的一个了解 从昨天晚上我们处理到是一点多 然后刚刚早上九点之前 就是我们也开了一个小时的 紧急应变会议 案发后 警方将四名试案学生 依照少年事件处理法 以请少年法庭审理 校方也紧急进行了解 5号上午召开会议 进行后续的相关处理和辅导 对于基隆校园传出霸凌事件 市长谢国良强调 绝对是林荣忍 全程的影片 那我也是非常难过 大家都知道我们对于基隆的校园霸凌 有林荣忍以及长时间辅导 惩戒这样子的一个方案跟惯例 如果有人是吸泄像片中的情况 索急 我们会长达半年一年 或许更长的方式 每个周末在他放假的时间 必须进行辅导 一样的我还是讲 我们台湾的法治少年事件处理法 其实是会助长更多的少年罪犯 这样子的一种行为 但是恶法义法 我们的少年事件处理法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态样 保护这些少年罪犯 所以我们会依法长时间的来进行辅导 我个人会主张这些公级的学生 年轻人少年 要接受长达一年或更高的 每周末少年队以及少府会的辅导 那这样子的政策 我们也会持续下去 就是要告诉所有这些少年罪犯 如果你做了这些暴力及不法的行为 那么你就必须要接受 长时间的辅导与惩戒 校园出现霸凌事件 市长谢国良要求教育处等单位 积极投入辅导资源 针对事案的学生 都要进行至少一年的辅导和惩戒 记者黄梢明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东岸商场的争议 备受社会各界关注 金融市议会议员质询时 市长谢国良和市府官员 为市府说话的议员们鼓掌 民进党议员也不甘示弱 为质询的议员同志们鼓掌 双方直求对决 气氛浓厚 维峰集团廖正汉董次长 是基隆子弟 用仓特别邀请廖董次长 到基隆走走看看 希望包括维峰集团等 更多的企业到基隆走资 创造新的产业及就业 我们感谢林市长 但是他还没有很多 引到基隆子 他就走了啊 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子 他就是骂那个小孩子 我们的谢市长 你怎么做得到 你怎么做得到 你就是原罪 因为你做到了 我却却却 无党级基隆市议员 吕美玲的直询 获得市长谢国梁和市府官员热烈掌声 这个侧翼左翼一直上网 一直在攻击我们基隆市政府 我搞不清楚 这是不是叫做欧人生亏称 然后打模糊焦点 我请问一下 这8年来我们所短收的总经营权利金 25亿跑到阿里去了 只一个月给他收250万 年收3000万 我想请问一下 我们消失的25亿呢 为什么没有人说 而且在场都是 都是媒体人 他所回馈的每个月 他可以至少7年 每小时120秒 帮我们基隆市做广告 至少7年我们回馈的金额 高达1亿3400万 为什么没有人说 而国民党籍基隆市议员 何淑平慷慨激昂的直询 也再次获得市长谢国梁和市府官员的掌声感谢 東岸商场争议备受社会关注 基隆市议会议员直询时 不仅不同立场的议员 针锋相对 直询时背询的市长谢国梁和市府官员 更好几次为市府说话的议员们鼓掌 立场不同的民进党议员也不甘示弱 也特地为直询市政府的议员许瑞茨鼓掌 也是在今年的2月5号 我们基隆市政府才去申请登记产权 但你2月1号就已经破门而入 表示你无法佐证你现在合法的拥有产权 市府就动用警力 市长你昨天说你身为人类 你能不能加强你对于人类的尊重 市长你说你身为快乐的成年人 你可不可以不要让别人成为不快乐的成年人 以上 来维持一下秩序 双方直求对决气氛浓厚 而主持会议的议长同职委只能要求双方 维持议场秩序 委婉制止议场内鼓掌的行为 在最后市长不可以羞辱 同意 百分之百同意 市长 2月23号 你说24小时之内 如果0月3号不跟你道歉 你要去医院自信 因为你没有吸毒 现在过了264个小时了 你还没有去医院自信 来 这边送你一个放简体的器具 不只股掌拉高双方对峙气氛 民进党籍市议员张之豪直询后 更上前送给市长谢国良一个简体采集杯 也引起国民党籍议员曾继炎上前反击 拿开塑胶杯 丢还给张之豪 还好双方节制没有引发进一步的纷争 而市长谢国良在答询时 也再次回应2月1号凌晨所谓破门点交的争议 就是在1月31号的下午 我们在点交的时候 在进行移转的时候 我们在现场 去交通处的同仁回报回来 就是有滋饶的情形 因此交通处的同仁在下午 发讯息给我们 表示希望警方能够 针对下午点交完 晚上继续点交的情况 有行政上的一个协助需求 那在晚上 我们的确有召开两次会议 由交通处的同仁 来说明依和约以及依促参精神 我们可以在到期后 移转回来的释法性 然后由警方的同仁在场聆听说明 现场大家一致认同 我们依约依法可以进行 营运权的移转 因此我们就做了一个这样子的决定 刚刚有很多议员还是在问我们 我们还是用一样的话 来跟大家说明清楚 这个是交通处 尤其是停管科 大家共同的一个需求 那我本人在警方 在释法性的一个讨论跟了解下 我们也认同这样子的需求 大家基于政府一体的原则 做了一个2月1号 需要把营运权移转回来 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要跟大家报告 这个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 这个也不是所谓的租屋 然后跟房东一些相关的争议 这个是在一个重要的一个政府设施 例如机场 例如车站的一个营运权的一个移转 所以本府到现在为止 基于政府的一体 我们还是认为 我们当天这样子的决策 政府一体的行为 并没有错 而且我们会坚持这样子的论点 继续跟议会先进 以及社会各界来持续的沟通 另外谢国良在回应 东岸商场OT到ROT增建争议问题时 也直接了当说出 林前市长涉及违反贪污至罪条例 那刚刚我们资深的议员也有提到 当年曾建的一个原委 那本府是认为林前市长 他有涉嫌违反贪污至罪条例 第六条第四项 第六条第四项的内容 是针对于主管跟监督的法令 法律授权的法规命令 直接或间接图自己及他人不法的利益 那我们为什么会这么说 我们可以说明的非常清楚 其实也是在后来我们跟大日提告我方市政府诉讼当中 我们才看到当年Net主妇服装 以及大日锁定的合约 他们锁定的合约是在106年1月份 就已经将Net跟大日的权利义务关系界定清楚 那个时候还没有任何增见的会议 在座的各位当年讨论了很多 OT为什么转成OT OT为什么增见的一个这样的原委 也还没有任何的定论 他们已经就定下了这样的合约 定下了这样的合约以后 再由大日出面 来跟基隆市政府 来进行OT的一个案子的一个促参的移转 在促参移转后 然后才引进了Net 在他们早已知情的情况下 来进行增见的动作 刚刚我们资深的洪森永议员 把增见的合理性说得很好 就是那个地方只有一楼啊 那为什么不把它增见起来 让大家好做生意呢 可是他的说法却积极的构成了 林市府团队犯罪贪污的构成要件 就是他们明知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商业行为 他们却用有这样的需求 来作为一个理由 来进行一个这样子增见的动作 却有刻意的规避掉了 ROT一个最基本的精神 也就是OT的一个范围 是不能够随便增见或移转 这也是为什么不管是议会做决议 或不管是否去请教处餐司 结果回来的时候 都是依本权责办理 他不会准或不准 就像他要你 是否自己扛责任一样 很巧妙的 他们在合约上 已经清楚的订定 让他们的权利金在一亿以上可以收到50% 可是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得非常的清楚 事实上这八年来 即便他们说的冠冕堂皇 而且是由林前市长以及他的发言人 亲自出来说 你看我们提的这个条约有多 对市政府多好 如果超过一半 我们还可以来分取一半的变动权利金 刚刚财政处也清楚的说明 八年来的变动权利金完全是零 完全是零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些并不属于市府的收入范围 这个就是另外一部分客观的犯罪的实体行为 他们利用了会计的手法 利用了账务的做法 让基隆市东岸商场的营收永远在一亿以下 因为假如在一亿以上 开始就会收百分之五十的变动权利金 谢国良再次恳请议会把整个案子送去检调查明真相 而经过议员们一天半的时间 直询讨论后 议长同志位也做出了决议 第一点 公平公正 有关本案点交过程所衍生的争议 市府应检讨也并提升法制意识 务必依法行政 盛行公权力 以维护机关尊严 第二点 透明公开 东岸广场经营权征典 引发社会大众矚目与关切 市府需加强透明的政策制定与沟通 并隐隐为戒 避免对本市投资环境造成负面影响 市府所提出之公共政策 应符合市民期望并维护其权益 未来有关本市支出仓案 请市府务必广纳各方意见 为决策提供更全面之依据 第三点 沟通协调 市府与本会都应该以更客观专业的态度 去处理争议议题 理性探讨问题 以促进良好的政策辩论与公共决策 本市东岸商场议题 攸关我们市民利益与福祉 本会作为监督机关 将持续关注本案后续处理情形 市府应与相关厂商进行良性沟通与协调 以确保本案能获得完善之处理 从而维护基隆市民的利益 第四点 此外 请市府政风处查明本案始末 若涉及不法 请禁送 检调单位调查 并请交通处 在今日下午2点 将议员所需资料提供本会 以上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葛深世界 中之中 杨光与这里 为与荣東 集中此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契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遇佛节 在祭孔文qué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东南商场争议持续延烧 金融市长谢国梁另辟战场 指控前市长厚资7亿的 陈济转运站权利金 涉嫌土利厂商 中间有猫腻 对此内政部长林武昌 在立法院首度回应表示 把单纯的交通运输转运站的 采购案跟百货商场促餐案相比 是拔蜡比大苹果 一块来关心 对于金融市长谢国梁 连续两天开记者会指控 前市府耗资7亿的 陈济转运站权利金涉嫌土利 前金融市长 现任内政部长林武昌首度 在立法院回应清楚说明缘由 同时希望谢国梁 不要一再拉他救援 应该紧述回应外界 对他有关处理 东南商场的质疑 觉得真的是蛮遗憾 他特别去扯金融成绩转运站 厂商不是客运的业者 他为什么不去讲 协议的厂商其实是不关合物 其实我们在当初成绩转运站 一开始也是邀请客运的业者 希望他们能够来经营 但是客运的业者认为 有13席的月平远高于目前基隆的需求 需要维护管理的空间 包括公共的空间 户外空间这么的大 其实这个是会亏钱的 所以一直流标 流标了四次 没有人愿意来经营 最后好不容易有业者 愿意解合国光客运来投标 我想这个其实也是要有一些勇气 所以并不是像谢国王市长讲说 这个跟东安商场比 甚至跟台北市府转运站 还有金站来比 我想这又是再一次拿着 拔辣再比 这个大评估 台北市的市府转运站跟金站 那个是百货公司 上面是非常大的一个商场 根本就没有办法去相提比 那我们金融的成绩转运站 它非常单纯 它其实就是月台跟后车的空间 另外还有12席的公车的后车井 它是要来服务乘客的 那商业的空间其实很少 而且金融也收到很大的限制 那它经营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权利金 那谢国王市长又在围扯 那觉得这个权利金这个太少 但刚刚提过全国各县市的转运站 有些甚至是市政府要编列预算来补贴 就算是新北市的板桥转运站 这么优越的一个条件 它的一个固定权利金 也是每一年50万 所以我觉得谢国王市长 希望他不要为了他自己 没有办法跟社会交代清楚 一再的希望把我这个来 拉我来救援他 那不断的去这个 用一些事事而非 有趣的这些话语 来这个误导视频 我觉得这样很不好 那谢国王市长还是应该好好地去回答 社会上对他的一个质疑 这样子还不对 记者张祈腾台北报道 再带人来看巴渡派出所远警 遭到小货车突然冲撞身亡的意外 基东市议会开议时 议长同志伟宣布 为身顾的远警和民众默哀一分钟 随后市议员也提出临时动议 要求市政府及警察局应该要赶快加强各派出所的防撞措施 巴渡派出所远警遭到小货车突然冲撞身亡意外 基东市议会开议时 议长同志伟宣布 为因公殉职的远警和身故的民众默哀一分钟 随后市议员张耿辉也提出临时动议 议员们要求市政府以及警察局应该赶快加强各派出所防撞措施 并且注意可能危害社会精神障碍的民众考虑送医治疗 比较小少的那个所已经都测人员也不多 在整个安全回复上 包括他值班台的未来怎么改进以上 我们要事先防患 事先防患 类似这种的 要强制就医 你一定要强制就医 你不强制就医的话 他酒喝下去 他就起销了 我们就没办法 我们曾经有派了六个警员 去保护一个酒醉的人 现在事情发生了 准备让大家更有安全的 更能够有效率的去面对这些问题 我们大家觉得社会上治安的这些问题人物 我相信市长也应该要多让大家一点一点了解 你有去看过正命派出所吗 他那个是直接撞撞 所以从那一年开始 我就一再的要求你一定要做防范的措施 甚至我要求你根本现在 那个派出所就放会在那里 就像刚刚张肯会议员提到的 目前基隆市因为确实有一个危机 就是我们的远景调动率很高 因为基隆呆不容易流人流财 所以导致各个基层派出所的人数不一定多 所以往往他在夜间的时候 他可能值班远景只有两个人 他另外两个人或三个人要外出巡逻 然后所长可能要执勤 但在这种情况下到底在人数上面怎么做进行应变 硬体改善的计划相关的期程 以及是不是要在今年度的追加预算 来进行这相关的改善计划的预算编列 我想这样子的检讨 这样子的讨论会更加具体 我也是从领长开始干起的 其实在礼上在社区里面经常也发生过 就在我们定内也曾经发生过 有精神病犯这个点火 然后造成火灾的 很多都是我们刑法上面讲说是原因自由行为者 那就是说常常的话他就是会借酒 或者是借一些精神药物来去装疯卖傻 或者是来攻击他人 透过去的身心辅导的心理智商的部分 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在第一线 如果说比如说我们警察同仁 是在执勤这个可能是破门或是攻坚 或者是在执勤酒驾 这都有一定的危险性 可是今天这个警察同仁是在我们自己的派出所 离当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 结果发生了这么不幸的事情 这要造成我们这个书信员警的离世 那我觉得这个对于警察同仁 第一线的同仁 他的心理的这个影响一定是非常的巨大 冲击非常的巨大 对于议员们的建议 市长谢国良也指出 像是吕美龄议员 表示正兵派出所门口只有检疫的防撞设施 还是他上任市长后要求警方赶快加装 之前根本完全没有防撞设施 至于要把社会上有利及危害的 金账民众强制送医 现行法令没有办法允许 去年二月我当场就有交代 那个时候的警察局 我说这个地方为什么是禁空的呢 这样车子很容易冲进来 不可以有这样子禁空的一个情况 那警察局张素德局长 那时候就跟分局长表达全力的配合 全力的配合的情况下 我们就在一个月内 就完成做的两个钢架的车组 两个钢架的车组基本上已经是挖地下三到五十公分 去来做一个深度固定的工作来做一个车组 所以美林议员刚刚你所提到你看到的东西 是我们去年春安工作我在视察的时候 亲口亲自交代 但因为他们每年都是帮我安排同样的路线 所以我其实没有这个机会 就是说每个派出所都看得非常自信 这一点是我的不对 我们愿意检讨 但我觉得就是说 翁局长跟我在事发以后 我觉得大家都要很清楚的 马上去看待我们所有的这些派出所 甚至我也在昨天跟黄明昭署长通电话的时候 全国的派出所有无数的派出所的布置 就是现在像这样八堵派出所 门口是禁空的 完全没有可以阻拦到重型车辆冲入这样一个机制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当务之急 我希望局长这边 翁局长这边辛苦一下 赶快的把全市的部署能够尽快的能够完成 即便他的车主是一个现在像一个重型的扭折西护栏 但是你可以稍微精致一点的 稍微做一些安排之后 他还是不会影响到整个外形和外观 但重点是他有安全的一个安排 第二点就是我跟大家报告 过去一年我们一天到晚都在谈这个警员 雇这个精神障碍的人 对警员来说是很大的负担 这一点我们也承认 所以我们有做随之的调整 但关键点是什么 我跟议员报告 关键点就是强制就医的门槛 太过于低了 我跟张贤政局长我们一整年下来 明明有很多精神障碍的人对社会是一个立即的威胁 但是现行的法令却没有办法允许我们来做强制的就医 我希望等一下或之后 卫生局跟警察局都可以提出他们希望中央跟地方能够配合的方式 议长通知卫也做出决议 我们请警察局全面检讨各个派出所的值班台状况 最重要是要保障我们基层远景的值班安全 第二点也请市府对于遇难的同仁最优先来抚恤办理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Ses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5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8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计划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节电不停歇 节电从我改变 节电天天是好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